张金鹿这只是一个个案 但其实呢在台北市的房价还是很高 从20号行政院长江一华开口说 自己的孩子都买不起台北市的房子 接着包含了内政部长陈薇仁 台北市长郝龙斌也都接连的开炮 说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以后买不起房子 这双北的房价居高不下 房价所得比还高达15倍 而对此呢财政部长张金鹿 跟台北市副市长张慎和 在下午要举行双张会 针对科征非自用住宅的税率来进行调整 甚至还提出要扩大豪宅税来抑制高房价 不过呢专家也有意见 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拉高所得跟压低房价 不过目前来看这两者都很难 房价居高不下 江葵也说他两个孩子都买不起房子 不过来到这个江葵附近的房子来看 以他这边的价格 过去五年前呢 这里的房价几乎在每平30到40万元 不过现在五年后呢 根据实价登陆出售的价格来看 每平价格已经来到了55万元 等于现在一户都要2000万 行政院长江韵化住了公寓附近 五年前房价还可以看到三字头 现在喊到每平均价55万元 难怪江一化 台北市长郝龙斌 内政部长陈威仁 都感叹台北房价高到 小孩都买不起 房子涨了一倍 房子涨了一倍孩子都买不起房子 让江一化喊出要让房价锁的比降到10倍以下 但最新数据显示 明明大台北市空屋多达18.7万户 全台湾86.3万户空屋 占整体住宅10.63% 房价高空屋多 政府出手 再为房价连续出招 22号下午 财政部长张慎和 还有台北市副市长张金恶 要共同讨论打房大计 以及非自用住宅税改问题 23号接着锁定全台屯屋组 省屯屋税版本 除了寄出降低房价四支建 就是希望能有效打房 这种散兵游泳的游击队的政策方案 确实不是一个国家该有的作为 我们应该用正规军的作战 例如说税制该怎么做 金融该怎么做 经济该怎么发展 我觉得它要搭配起来说 那当然这不一定只是行政院的事 国发会大概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专家认为要调高所得 更降低房价 实在有难度 政府想夺防下手 拯救房市 配套措施 住宅政策 还是当务之急 记者刘苗峰 同学们台北 听到